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一个很传奇的地方 位于现在百甲筹公园的贾梅斯洞 相传蒲国最著名的诗作《蒲国云》的部分章节 就是这里写成的 蒲国诗人贾梅斯的生平几逢错节 经历战争和残疾 就是他人生最失忆的日子被流放到澳门 当时称为凤凰山的这个山洞 人人一生中都难免遇上低谷 蒲国诗在命运低谷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就是他被流放的岁月中 创作出这部令他名随千古的作品 留下了一个传奇的故事 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人喜欢来到这里面怀一番 如果你来到这里又想写诗的话 已经不需要再在山洞里面了 因为现在的八甲囚公园 有环境舒适的图书馆 原来还有游乐设施 在这里散散步书展一下 或许会对你有所启快的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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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